你是否想在自己的庭院中拥有一条惊艳的汉溪 它能在不同的季节中展现出不同的美丽 只要掌握以下四点设计要求 你也可以拥有一条优雅而活泼的汉溪 汉溪是一种模拟自然溪流水系的景观 用天然的石料铺出蜿蜒起落的池底结构 无水石石块自然裸露 瓷干涸河窗 或是利用石片的形态方向 云造出固态的水波纹理与质感 在无水石也可以成为庭院的装饰 增添庭院的美观度 寓雨时则会成溪流增加庭院的自然活力 水的一洞一径一起一落 遵循着自然的规律 在庭院花园中建造一条迷人的汉溪 可以更加接近自然 为你的内心提供一处疗愈空间 以下四个技巧 帮助你在庭院中打造一条惊艳的汉溪 一位置的选择 首先要考虑汉溪的尺寸和位置 避免占用过多的空间或影响到其他庭院设施 汉溪设计时 应尊重庭院的数项关系 尽量选择在低处 溪床入境可以随地形起伏 二环境的营造 结合庭院整体的设计理念及风格 明确汉溪景观的基调 利用植物和空间来创造不同的情绪和情感 注意汉溪与周围植物的空间关系 创造开放半开放的空间 三注意事项 在整体溪床的石块布置上 应注意保留石块之间的缝隙 为植物创造生存的空间 对于汉溪的隐蔽工程部分 可以选择土工布覆盖 或保留绿地的原有状态 四主要步骤 通时土壤 加入碎石垫层 胶筑混凝土 进行景观覆盖 两边加上局部点景石 最后添加植物绿化 遵循这些建议 你可以在庭院中建造一条美丽自然的汉溪 为你的庭院增添意境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原小家 您身边的造源专家